今集找了幾隻狼琴錶 名像系列的男裝 全部都是機械錶 這裡是部份 另外還有其他款式 不同顏色面 有些皮帶 鋼帶 盡量呈現不同的形態給大家看 Master系列 名像系列 不單是他的 有其他品牌都會用這個Master系列的名字 如果說是Master 起碼是大師級 所以他的錶款都偏向中階 起碼是他的品牌中階 或者是高階 剛剛看了一隻Cornel計時錶的全日曆月相錶 這隻就是一隻有鑽石的K金版本 用了一個18K的玫瑰金圈 帶的部分地方都有一個K金的配置 真的鑽石 所以他的定價也是最頂級 比剛才的Cornel全日曆鋼錶 近幾年不同的牌子又出了一些很簡單的三針月相錶 其實月相又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功能 基本上簡單到跟一個日期是差不多的 但整個功能提升上去 就比日曆或者雙日曆更加多了很多東西看 因為有一個月相的樣子 而且也可以保持手錶的平衡感 因為有時候手錶的日曆會設在三點位 但是月相的功能 我都未見過在三點位有 十居期九點九 都是在一個正中的位置 或者是六點鐘的位置 一些斯文的款式都會做黑面的 但是它的數字的設計和白面有點不同 你看到黑面配上一個銀白色的羅馬字 而白面的款式配上一個藍色的阿拉伯字 剛才看了一隻金鋼的銀面有鑽石 黃色的面也是香檳金面 但這隻香檳金面 特別另類的地方 它好像布紋一樣 但布紋呢 如果你用一個很高倍數的放大鏡 或者微距去看 它有些很小的格格紋 在每一個部分裡面 都有不同的形態 不同的大小 變成整個錶盤 就不會有一種很單一 亦同時去創造一個很立體的感覺 如果這個錶面打一個側光 部分的錶面是不規則地 呈現不反光的情況 整個形態就更加自然 這款表面花紋的處理 是一般傳統的Gilge Dial 是不能給你 的原因 傳統的車紋 是每個小的部分 都要一模一樣的 一種有自然感的格格 或者布紋的面 有另一種感覺 就好了